新聞大破解 回答新聞 大家好 俄羅斯傳出可能要試射核武飛彈 不過這個消息卻搶不了時代主軸的C位 自由對抗共產和美中的對抗大局 白宮發布了國安戰略報告之後 中共的二十大本週會如何定調它的路線以及人事 而從習近平十年來兩大報告的關鍵詞差異 提出所謂的中國式的現代化 所謂社會革命將會是怎樣的景象和想像 習近平表明防疫清零不變 而且中共突然無限期延後公佈了GDP等經貿數字 究竟是經濟的數據見不得人 或者有更讓人擔心的盤算在後面 美國國務卿警告中共想要加速武力定吞台灣 而美國國會是力推法案 又加碼了升高要對台灣的軍事援助到100億美元 歐盟的內部報告則建議把中共升級為全面的競爭對手 而面對中共的二十大路線 自由陣線國家會走向雖敬溫水煮青蛙 還是被警鐘敲醒起而行動 那麼蓬佩奧是喊話中國人 其實美中關係比中共要古老的多的多 中共才是美中關係惡化的終極原因 而在二十大期間 中國人持續的退出共產黨的組織 累計已經突破了四億三百多萬人 這被中共掩蓋的如而灌耳的一個沉默 將會如何的聯動事局 我們介紹破解新聞來賓 資深政經評論家吳教隆老師 主持人好 宋老師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資深研究員宋國成老師 主持人好 吳老師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而本週中共的二十大 習近平十六日的報告口頭談話 各方從它的關鍵字的次數在解讀方向 四次談了改革開放 鬥爭和安全 分別出現了十七五十次 還有對比十年前十八大的習近平報告 安全是三十六次 鬥爭是五次 而意識形態以此 十八大有一次 二十大有八次 而被大幅下降的關鍵字 則包括了經濟從一百零二次 降到二十二次減了百分之七十八 改革從八十六次 聚降到了十六次減了百分之八十 而市場從二十四次縮短到 剩下三次減了百分之八七 和平從三十六次縮減到九次減了百分之七十五 這幾十年來的中共的核心詞彙 所謂的經濟建設 這次是零次一次都沒用 請教宋老師怎麼解讀說 習近平這次提出個詞彙 會讓大家有點很好奇 有點毛骨悚然 就是什麼叫做中國式的現代化 因為我們之前看到什麼中國式 很多的中國化了 但叫中國式的現代化 再加上他還講說要以黨的自我革命 引領社會革命 但什麼是社會革命 其實並沒有交代清楚 讓人感到有些不安的伏筆在後面 您怎麼看呢 好的 習近平在這一次二十大的政治報告當中裡面 不只一次的 甚至是多次的提到了 所謂中國式的現代化 那麼他特別強調就是說 中國式的現代化 它是由一個共產黨領導 也是一種專政的形式之下所實現的一個現代化 那麼其實這個只能說 它就是一種專政的現代化 而不是我們一般意義上所理解的 從歷史長期發展過來的一個所謂的一個現代化 所以說它這是一種什麼樣的 如果它能實現的話 它應該是一個最不民主的民主 因為它是一個沒有民間的一種主動的一個參與 自主的參與 也沒有社會的一種自覺的創造 根本沒有個人言論自由的這樣一種民主 這樣一種現代化 所以這樣一個現代化本身 它是一個共產黨控制的 它恩賜的 它允許的 是它給予你的一樣的一種現代化 不是我們一般說講的一個公盟社會 蓬勃發展的 有個人的自主和創造性的這樣一個現代化 所以第一個呢 這樣的一個現代化本身 照我看來 它是一個很空洞的一個現代化 完全與現在中國大陸實際發展的一個事實 是不相吻合的 你譬如說它這個清零的政策 你說它是一個現代化的清零嗎 它這種就是 甚至沒有這個陽性的這個病例 就進行大範圍的這個城市的這個封城 你能說這個叫現代化嗎 所以這個是跟實際的一個情況是不相符合的 謝謝老師 其實在中共這個中國的歷史上 中國的經濟開始變好了的時候 其實都是民眾反抗 後來導致說 好好經濟上往下改革開放一些 因為不然撐不下去了 只要中共管的少的時候 中國人的智慧就能夠 跟勤勞能夠發揮出來 有這樣的成果 那現在的話 中共它現在要去大管現代化 那這樣不是有點暗示說 中國可能會越來越不現代化 對 這個意思就是說 主持人的意思就是說 當這個中共本身它的管制力越強的時候 它的這個所謂的社會的發展是越反現代化的 事實上在中國80年代的時候 事實上有一個比較寬鬆的一個環境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到整個社會或者各方面 事實上是有一個有現代化的一個傾向和它的一種成果 所以說這個只要你這個共產黨的這個權力放鬆的時候呢 才有可能有一種現代化的一個空間 和它發展的一種方向 如果你共產黨是時事都要掐著死死的 這個就沒有所謂的一種現代化的一個可能 這是第一點 那麼第二點的話就是說 這個習近平他講說這個 中國式的現代化的本質有一些要求 這些要求包括就是說 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啦 堅持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啊 或者是提高所謂的高品質的一個發展 特別這個高品質的這個發展 這就是提的很多 還有就是我們發展是個全過程的人民民主 這些美麗的詞位非常的多 我們也沒有辦法把它唸完 是要占用非常多的時間 但是我要強調就是說 所有的這些話語呢 基本上都是出自於習語錄啦 也就是習近平過去一直在高調宣傳的 這一些所謂的政治話術 那麼所以基本上來講就是說 這都是習近平自己編造的 一種美麗的詞找 或者是這種抽象的形容詞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所謂的中國式的現代化呢 不過是習近平的現代化 習近平本身個人重覽全局 大權在握的現代化 這是第二點我們要強調 就是這樣的一個結果 必然會使得中國 走向一個倒退的一個時代 會越來越走向一個 北朝鮮化的這樣一個時代 那麼這是第一點 那麼第二點就是剛主任所 談到那個自我革命的那個問題 習近平說要用自我革命 黨的自我革命 來引領社會革命 那麼這裡頭我要提出三點 第一個就是說 習近平在三個地方提到了 所謂自我革命 第一個就是在所謂的 確保黨永遠不變質 那麼不變色 不變位 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來講所謂的自我革命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來講 這樣的一個自我革命 既沒有自我也沒有革命 為什麼 它僅僅是一種純粹的保黨工具 也就是保江山穩江山的 這樣的一種工具而已 所以第一個我們要強調 這種自我革命本身呢 只是一種怎麼樣 保證共產黨的統治與領導 不發臭不發酸的樣子 政治的一個防腐劑 這是第一點我要提出來 第二點的話就是說 在另外一個地方就提到就是說 所謂的自我革命呢 是從跟這個從嚴治黨 還有所謂的黨的建設 在這樣的一個 關聯性上面來談 所謂的自我革命 所以這樣的一種情況 同樣的它其實只是一種 怎麼樣去管好黨 怎麼樣去治好黨 它是一個黨內的 一個治黨的問題 跟中國人民本身 是不是能夠過好的生活 是不是能夠有一個好的 一個未來的希望 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這是第二點我要提到的 第三個地方就是說 講這個自我革命 是涉及到什麼呢 涉及到就是說 要跟這個共產主義的 理想信仰和實踐等等相關聯的 那麼其實這樣的 所謂的自我革命呢 跟我們一般說 追求一個社會制度的公平 比如說減少貧富的差距 所得的這種趨勁等等的 去追求一種 社會公平正義的 這樣一種社會革命 所謂的社會革命 事實上是並沒有關係的 與中國人民的幸福感 和它未來的期待 也沒有什麼必然的觀念 所以說講白的話 這個所謂的自我革命 以至於就是說 它會引起所謂的社會革命 它其實只是一個中黨愛黨 然後那個聽黨的話跟黨的手 這樣的一種所謂的忠誠的宣誓 或者是一種愛黨的一種 表忠的一種行為而已 所以基本上所謂的自我革命 既沒有自我也沒有革命 跟我們一般所理解的 去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 所謂的social revolution 也沒有必然的觀念 簡單的一句話 它其實就是保黨保江山 那麼這個去促進 每一個黨員本身 透過洗腦的各種的教育 來愛黨中黨 孝敏於黨 那麼這個要聽黨的話 要跟黨的手 反正一切都是把權力歸於黨 然後我們全力的聽黨的話 跟黨的手 這樣的一種 其實一點跟社會革命 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這樣看起來 說不定有可能 因為中共它自己怎麼反腐等等的 越反越俐 就是它其實所謂的自我革命 就是一貫的偽光症 那這樣的話 感覺會有點就是 這個社會革命 是不是暗示著這個黨 最後在社會上 又會可能有一波一波的 政治運動起來 是的 它之所以會提出所謂自我革命 其實也是從過去 這個反腐敗鬥爭以來 雖然說我們看到了很多 重大的一個反腐的案例 但是就是說 依然沒有辦法去消除 長期根深蒂固的這些腐敗的現象 所以它才會用這麼重的一個詞 就是自我革命的方式 來反腐敗鬥爭 同時要加強黨員對黨的一種忠誠和效忠 所以說這個所謂自我革命的提法 就是正好就說明了 黨內的腐敗現象 是永遠隔也隔不了 除也除靜的 黨員本身的那個項信力 事實上長期以來 也不是百分之一百穩固 所以這樣的一個提法 就能顯示就是說 它其實對於黨的一種建設 黨的一種組織本身 它是沒有安全感的 它是長期以來充滿的 一定程度的焦慮的 是 吳老師要補充 很快補充一下 所謂黨的自我革命 我們乾脆用另外一個說法 就是清黨 以前叫做反腐敗 現在可能把不贊成 習近平路線的人清洗出去 以前就是反腐鬥爭 現在可能要變成路線鬥爭 這是清黨 第二個社會革命 就是剷除中產階級 透過產業監管 透過共同富裕 把精英層打成中產 中產再往下打 就是要回到沒有中產階級 你主導的那種社會結構 預靠這樣的路線 就是習近平過去一年多 所在進行的那個經濟路線 然後他提安全 不提經濟對不對 這個是暗示這個 那我們就接著看到 剛剛吳老師有提到說 可能有意的讓這個 中共要消滅這個中產階級 那確實中產階級 在過去這些年有出現 大量的這種返回貧窮的一個現象 我們看習近平的報告表明 他防疫清零還有房地產的市場政策不變 而中共在10月17號就很罕見的宣布 要無限期的延後公佈原定 是包括要公佈的第三季的GDP 經濟的成長率 還有貿易進出口的統計數據等等 所以我要請教吳老師 你怎麼看這個很極罕見的 這種無限期延後公佈的做法 第二個就是說 從二十大報告關鍵字的變化 我們剛看到的 您覺得在經濟 金融 產業面向 我們面臨的一個中國的一個可能 他想要走的方向會是怎麼樣一個圖形 這就是說我們觀察所謂的二十大 從那個權力鬥爭 這個位置擺什麼人 進一步推進到說路線鬥爭 就是說接下來的路線 尤其是改革開放到底要繼續 還是要開倒車 是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你知道講經濟的話 你動態清零 防疫清零 這個不改根本沒辦法 因為西方媒體都這樣形容 你的所謂動態清零 其實等同於經濟自殺 為什麼 因為經濟活動 投資 消費 生產都沒有運輸 都沒有辦法正常運作嘛 所以為什麼很多外國企業 包括韓國企業 乾脆就撤 就是從上海封城已經看出來 你根本沒有辦法做生意 大街上都沒有車 沒有人對不對 你正常的經濟活動 完全沒辦法進行 所以西方媒體 臺灣說你這個等於 等同於經濟自殺嘛 那這種情況 所以要談中國的經濟前景 尤其是從房地產 還有國內的消費 要談這些的話 你首先一關一定要過 就是你到底動態清零要怎麼弄 結果現在發現 習近平連論之後 動態清零可能還要再繼續推展 這個跡象是有的 那這什麼意思 就是說原來經濟不好 反而更需要動態清零 為什麼 用動態清零來掩飾 掩蓋這個經濟的那個失敗 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無從去推分析 去解讀說 百分之多少是因為 經濟政策失敗 百分之多少是因為 我們動態清零對抗疫情 你現在分不出來 蓋牌 就是說你好像在打麻將 已經像功了對不對 乾脆牌一推 類似這種概念 就是原來動態清零 造成經濟不好更不好 可是經濟更不好以後 根本沒有辦法解救 我告訴你中國的經濟 因為快速講一下 就是完美風暴 太多的問題同時爆發 在疫情之前 其實就有爆發的趨勢 現在是等於是同時爆發 很多問題 我跟你講失業危機 尤其年輕人對不對 再來黃地產危機 大家都知道了 黃地產那個浪尾的一大堆 還有造成負債 再來地方財政危機 因為那個土地轉讓收入 進不來了 再來銀行危機 因為那個很多呆帳 對 再來資金外流造成的 外匯儲備危機 這五個危機同時爆發 你怎麼弄啊 我告訴你 你就算請個什麼台灣的財經大 那個大佬 還是什麼這個 哈佛大學博士來 你沒辦法 李克強上 我跟你講李克強上來也救不了 既然這樣的話那怎麼辦 動態清零 繼續清零 把這個問題蓋下去 這個現在我們現在看 習近平的那個思維裡面 他對改革開放有兩個內容 是有所質疑甚至於暢反掉 第一個 他等於在要希望減少 對資本主義的依賴 就是說市場經濟等同於 在對資本主義依賴 把中國經濟去跟美國經濟掛鉤 跟國際資本主義掛鉤 中國融入全球化對不對 然後中國的廉價勞動力 土地還有政策優惠等等 就跟國際上的需求 技術市場接軌嘛 就是以國際接軌 所以他現在提的意思是這樣 他還沒講我聽他講 依靠資本主義不叫社會主義 他現在不是走社會主義道路嗎 你社會主義怎麼可以去掛鉤 資本主義然後在那邊揚揚自得 所以改革開放取得的成果 在習近平這種左派的眼中來講 是不可取的 那本來就想要消滅那個 共產主義就要消滅資本主義 所以說第一個就是說 依靠資本主義就不叫社會主義了 所以他要回到社會主義道路 對不對大家都知道了 第二個含是什麼呢 他要減少對美國的依賴 依賴美國的 那就不叫中國了嘛 對不對 你等於是 中國等於是美國的那個 小弟附庸一樣的嘛 他怎麼叫 他要追求大國崛起 追求中國夢 怎麼可以去依靠美國 所以他現在要跟美國 其實是主動脫鉤 他的外匯非常大量 都是來自美國 不管 就是說你依靠美國 而取得的壯大 發展跟壯大 不是共產黨自己的功勞 但是他們的高官一直不斷的講說 跟美國說不能脫鉤 不能脫鉤 不能脫鉤 所以你覺得他其實私底下 默默的在脫鉤 不是跟你講了嗎 對不對 就是說 我可以從美國那邊取得很多利益 改革開放就這樣 美國給你很多好處 開放市場給你資本技術流露 對不對 美國要把你俯起來改變 然後習近平的路線就是要回到 正統的中國路線 社會主義路線 就是中國是走社會主義道路 然後建立中共自己的制度 叫做制度自信道路自信 他一直講這個的意思 就是其實隱含著跟資本主義 拜拜跟美國拜拜 我們就生存發展壯大 是靠我們自己 不要再跟別人掛鉤 就是不吃美國飯 意思是這樣子 這種民主主義情緒蠻強的 那這樣子的結果比比什麼 比自主創新能力 如果你中國可以在技術創新上面 自主推動的話 你可以發展你的商業 你的那個國航工業 軍工產業都可以 所以最後比的是比自主創新能力 所以美國才會在晶片法案裡面 限制拿美國護照的人才 為中國企業工作 因為自主創新能力的一個關鍵 之一 不是唯一 之一就是人才的培養 那接下來的話 這個會產生一個微妙的情況 就是跟台灣的微妙關係 因為現在破口 美國已經把破口封起來 現在中國可以透過台灣的企業 去間接拿到西方的技術 所以他對台灣企業的 科技業的 不只半導體產業 對台灣的各種科技業的挖腳 挖人才挖團隊 肯定還會加強 他必須從台灣這邊挖人才 然後他等於說 一方面說要把台灣拿回來 無力統一 二方面又需要台灣的人才 來為他效勞 所以他在台灣的問題上 會有一種微妙 就是要很硬又不能很硬 要軟下來又不能很軟 這個他需要台灣在技術上 繞過美國 能夠從台灣這邊 去間接取得西方國家的技術 跟人才 所以我們現在看出來 綜合來看 習近平的這一些做法 在經濟金融產業方面的話 就是越來越走 所謂的逼關鎖國 所謂的以中國自己的條件 來站起來成為大國 所以經濟產業金融方面的話 都要降低對美國的依賴 降低對國際資本主義體系的依賴 然後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我們就講一個 最後一個評論就好 整個習近平所領導的中共 高度缺乏安全感 所以一直講安全 高度缺乏信心 他其實內心很自卑 所以你看中共的那些高官的話 都是把資產移到海外 都是移到那個國外去 而不是放在國內自己 所以中共的那個 從習近平移下來 以前追求發展 現在是追求生存 就是剛才宋老師講的 保黨 保江山 保政權 現在非常沒有安全感 非常沒有信心 你看看整個二十大的基調 就是這樣子 就像你剛剛提到 從關鍵字的變化 已經看出這一點 是 老大你剛剛提到就是說 美國這個中共 他想要這個所謂的自立 但是問題是 他的歷史上 他的第一次前面的 很多的政治運動 搞很多的這個 大煉鋼等等的 就是以失敗作手 後來其實就是靠 他考就稍微開放 然後讓西方的這個資本主義國家 跟台灣 香港 去幫助他經濟重建 還有他的科技 整個大力的輸出 甚至他的國防 都是西方幫他扶起來的 他這個時候 他要把他切斷 他這 但是他的 他等於就是他認為 他教育體制 都還是很封閉的 跟對思想的言論的管制 都還很嚴格 您覺得他這樣的嘗試 他對他的制度跟自信 就真的有這麼大的自信嗎 我兩點回應 你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第一點 他等於是 回到民主主義的立場 經濟民主主義 產業民主主義 我中國可以發展 可以壯大 OK 但是是要靠我自己的主導 而不是向美國掛鉤 向國際資本主義體系去掛鉤 在改革開放之下 取得的繁榮 只是反過來證明 社會主義不行 所以對習近平這樣的 這個奉信 毛澤東路線的人來講 這是一個羞辱 我靠改革開放才取得成果 這對社會主義 對共產黨自己來講 是很大的羞辱 所以他要擺脫這個 因為你可以改革開 不是你可以有發展 有繁榮可以 但是要靠自己的條件 而不是靠別人的扶持 不能靠美國的扶持 他不是一直講嗎 美帝亡我之心不死 結果你還把整個經濟 整個繁榮國家的命運 好像跟美國來掛鉤 像美國這個什麼稱兄道弟 那不行 那第二點的話 他這樣下去的話 很可能照你說的 會變成特大號的北韓 就叫做西朝鮮 就是有社會監控 保黨保政權 即使經濟會下滑 社會會變得比較貧窮 但是這黨跟政權 還是可以保得住 是 感情我只是覺得 這個邏輯上對不起來 因為這個共產主義這一套 完全是跟中國傳統的一些邏輯 是完全相背離的 所以這個怎麼會是經濟民族主義 但從他們的角度是這樣 我們休息等一下回來看 這個二十大報告 暗示要加速可能吞併台灣 那究竟什麼原因呢 讓中共有那麼大的自信 而中共聲稱 這次講的聲稱永不稱霸 但是很快又在英國鬧事 要如何解讀呢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新聞大破解 中共的戰狼 能放出去擴張名滿天下的時候 中共在二十大 習近平報告說 聲稱的要和平外交 永不稱霸 永不擴張 儘管這三句話 是不太被主流媒體報導 看起來可能幾乎 也不會有人相信 不過這也許能夠幫國際瞭解 中共所謂的 對台灣和平統一的和平 是什麼意思 而且隔天 中共在英國的領館就示範了 他們違反了外交的公約 把和平表達訴求 張開了貼面中共等橫幅的香港人 抓進去 事關裡面公然圍毆 那有外媒記者就用三句話 總結了習近平兩個多小時的報告演說 他說第一句 習近平的地位凌駕於共產黨 共產黨的地位又在中國之上 而中共國又要稱霸於世界 那不知道讀者是怎麼想呢 台灣被認為是中共企圖 稱霸共產主宰世界 最關鍵的第一張骨牌 而習近平的報告裡面這次涉及台灣 大約六百字 是2002年以來相對最短的一次 他提到所謂有一句話叫 祖國完全統一 一定要實現 也一定能實現 現場鼓掌很久 那被認為是相當比較罕見的 後續會不會被寫入黨章 而《華爾街日報》 18號獨家的一個報導 一份中共常委的可能名單 提出李強會擔任總理 而這些名字呢 跟外界的預測不大一樣 被解讀是習派大勝利 甚至有評論員解讀 這個可能讓中共有自信 會在2027年就禁犯台灣 所以請教宋老師怎麼看說 您覺得習近平為什麼 他會說出這個 鄧小平之前講過的 永不稱霸 永不擴張 再來是說 二十大他就台灣議題 發出了威脅信號 這次其實是對準了很多支持 台灣的東西方的民主國家 您覺得各國跟台灣 應該有何準備 首先我想從一個比較正確的 關於霸權的這個觀念 以及習近平實際上他是誤解了 霸權的這樣一個情況 來做一個分析 首先我可以確定就是 習近平他是不理解 或者是不懂什麼叫做霸權 就是所謂的 hegemony的這樣一個概念 hegemony這個概念 在國際關係上裡面 有一個非常流行的理論 叫做霸權穩定論 所謂的霸權穩定論就是說 霸不是地皮流氓 也不是惡霸這個意思 在國際關係當中 裡面霸權是一個非常有 正面積極作用的 所以有所謂的霸權穩定論 一個能夠作為霸權的國家 本身他要具備很多的條件和能力 第一個就是說 他是不是能夠建構一個 被許多的成員能夠接受 並且是參與的這種國際的體系 他在這個體系當中裡面 要提供一些免費的國際公共產品 來促成成員本身的一些 所需要的一些利益 另外一個就是說他有一個能力 能夠維繫這個霸權體系的穩定 同時也能夠有這個能力去 仲裁國家之間的衝突 最後如果有人要去破壞 這個國際體系的話 那麼這個霸權國家本身 他是可以對於這個破壞者 進行懲罰 甚至乾脆把它踢出於 這樣的國際體系 所以霸權穩定 或者是霸權本身 在國際政治上來講 其實是一個很正面的一種名詞 同時也是一個很現實上的 一個國際政治上的一個表現 可是習近平說他永不稱霸 其實他其實不懂的就是說 這個霸權的一個真實的含義 我今天要問就是 中國是不是有一個足夠的能力 可以藉購一個讓所有的成員 都願意參與的國際體系呢 這個中共是不是有這個能力 能夠這樣提供 充足的一個國際公共產品 來維持整個體系的平衡呢 中共是不是有這個能力 在這個體系當中裡面 作為一個仲裁者 作為一個仲介者 能夠去維繫整個體系 當中裡面的一些糾紛呢 最後呢 中共是不是有這樣一個能力 對於你所建構的這樣一個體系 你有這個能力去進行懲罰 對於破壞者進行懲罰 那麼甚至把它踢出這個體系 換句話說 在今天的現實情況來講 中共可能是既有體系的破壞者 它既不是體系的建構者 也不是體系本身的一個維護者 你本身是被美國認為 就是說你現在根本就是 對整個國際體系的 一個顛覆者一個破壞者 那你既然是個顛覆者 和破壞者 你哪有什麼能力 去建立所謂的霸權體系 所以因此既沒有這個能力 的情況之下 當然永不稱霸 因為你本來就沒有這個能力 去稱霸 那麼第二點的話就是說 如果說習近平 他是以這種霸 這個霸當作是 惡霸流氓的角度來看的話 那麼他說我永不稱霸 那其實呢 就是在整個國際封鎖 和制裁的這樣一種 陰影之下和壓力之下 他有一點在向西方示弱 在做一種表態 我們中國永不稱霸 就好像當年這個鄧小平 在聯大發表演說的時候 就說如果中國稱霸的話 我們要把它打倒 全世界都來打倒 共產黨一樣 所以這有一點 你這麼說雖然說 時空有點不同 那基本上來講呢 他就是要去消除中共的 國際社會對中共的戒心 降低國際社會呢 對他的一種防範 其實話說回來 也不與什麼戒心和防範 你這個所謂永不稱霸這種說法呢 國際社會也不會相信 因為這個 你既然沒有稱霸的能力 然後你說永不稱霸 就好像就是說 我今天沒有 我沒有偷錢的能力 所以我不當小偷一樣的 事實上是一個 惡力備反的一個情況 那麼另外提到 就是永不擴張 這是一個欺人之言了 因為事實上從習近平掌權以來 無處不擴張 一帶一路不就是擴張嗎 那麼亞投皇不就是一種金融的投機 或者是一種金融的擴張嗎 那麼更具體的來講 你說你現在要武力侵犯 侵犯台灣 什麼祖國的完全統一 一定要實現 一定要能實現 這不就是擴張嗎 然後呢你這麼多年來 對於南海的島礁 國際法庭說聲 你個這樣的一個主權的一個聲索 完全不合法 你也完全不理會 不斷地使他倒交本身 軍事化占領化 這不就是擴張嗎 所以說 雖然說中共講他永不稱霸 他沒有這個稱霸的能力 但是他說永不擴張 這個是標準的欺人之言 這是我要強調的 那麼另外就談到就是說 我想回應一下 剛剛吳老師和主任 講那個自信的問題 今天這個自信本身 反映在他的對台政策上面 正好是一個非常值得 重視的一個焦點 以宿主義 民主主義的狂熱 來推動一個政權本身的 一個合法性 或者是一個政黨本身的作為 這本身就是一個 極度缺乏自信的做法 否則的話 他不需要宿主義 一種所謂的祖先怎麼說 自古以來怎麼說 乃至於說我們過去 曾經是一個輝煌的一個國家 等等 用這種民主主義的本身 來填補內心的一種焦慮和匮乏 其實我要強調就是說 用民主主義本身 來塑助於對台的武力侵略 這本身來講 就是一個所謂 極度缺乏自信的一種做法 至於說 談到就是說 我們應該要怎麼去因應 這一次這個中共所發出來 對台 應該要提到 對台灣的一種威脅 跟一種恫嚇 我很想在這裡就是說 提出一個 和觀眾們相互分享的一個思考 這個思考叫做後攝性的思考 叫做meta thinking 什麼東西呢 就是我們今天常常講統一統一 然後什麼什麼 祖國的完全統一統一 可是我們往往沒有去思考到 就是說它背後其實還有一些 更需要澄清的問題 我這裡提出五個澄清的概念 第一個 中共用武力來對付台灣 到底是統一還是侵略 到底是一個所謂的祖國的 一個完整的統一 完全的統一 還是根本是對台灣的一個 軍事的侵略 這點我們要先釐清 第二個呢 以武力就是武統台灣 究竟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呢 還是它根本最後是一個 中華民族的巨大的災難 這個我們要去思考一下 第三個呢 武統台灣 到底是會受到台灣人民 興高采烈的歡迎呢 還是會造成台灣人民 適時的抵抗 這個是我們要考慮的 第三個後攝思考 第四個呢 武力統一台灣的話 是會受到全世界 對中共的支持呢 還是會反過頭來 力保台灣 保護台灣呢 這是我們要考慮的第四個 武力統一台灣呢 到底是促成了區域的整合 區域的這樣的繁榮呢 還是它根本會引發 第三次世界大戰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說 在談什麼祖國統一啊等等的 好像把統一統一講得 好像順口六一樣 其實不是統一 是侵略戰爭 而且習近平在講這就是說 只有統一台灣之後 才能夠實現 中華民族類偉大的復興 No 不是偉大復興 它是一個巨大災難的來臨 第三呢 你說你這個武統台灣 是本身一定要 一定能的 問題不是你一個人說了算 是 美國同不同意 台灣人願不願意 國際社會贊不贊成 不是你說我有多大的自信 我一定要 我一定能 就能夠達到這個效果 所以我首先要跟各位講就說 我們大家本身要清楚的思考 我剛剛所提過 五個後色思考 到底什麼叫做武統台灣 先把這個問題弄清楚 我們才能夠知道說 中共的武統台灣 到底是一種自我吹噓 還是一種可能真是產生的危險 是 感謝宋老師 宋老師剛剛特別提到 對於國際的政治學上的 霸權論的一個釐清 就讓我想到 其實春秋五霸 那個五霸其實也並不是壞的 它其實很多道德上的要求 還有責任感 所以讓我們感到說 中共它都永不稱霸 事實上它可能想要做的 不只是霸權 想要做的是在 全球的極權嘛 所以什麼都要管 什麼都要顛覆 什麼都要照共產主義 赤化世界的理想 不過同樣問題 我有請教這個就是 吳老師我們先談一下 習近平在報告之後 美國前國務卿布林肯 在接著17號談了台海 他指出中共認為 台海現狀再也無法接受 正在尋求以更快時間表 來控制台灣 而且有可能使用武力 吳老師你怎麼看 因為習近平第一個 他說有目懲罰 第二個就是說 中共其實是三十多年來 全球化最大的獲利者 而中共的經濟結構性的 正在走下坡 又因為不公平 違規不守承諾 被世界在經濟上 部分的切割了 而中共現在試圖建立 經濟的內外循環 這時候要冒險 攻打台灣 或是進犯台灣 你怎麼解讀這樣的一個 他要承受這樣的風險 還對他來說就是 反而是他在危機當中 自救的一個稻草 我剛才講了一個 拿來做開頭 就是中國的經濟 可以發展 可以繁榮 但是不能靠掛鉤於美國 掛鉤於國際資本主義體系 那就不叫中國式的偉大復興 那所以要切割 要走獨立自主路線 這是我現在進一步講 習近平時代 有三個重要元素 其實從頭到尾都沒有減少 三大元素 第一個他是求生存求安全 以前改革開放的時候 追求發展跟繁榮 以這個中國的經濟的崛起 號稱叫做大國崛起 產生了那個高昂的情緒 但是現在習近平的調調 已經變成是求生存求安全的第一點 你看他這個從二十大開始 幾乎都是這樣的一個路線 第一點 第二點民主主義狂熱 你看他的很多論述裡面 就是強調中國的那個走自己的路 對不對 這個太多的那個論述 其實都是在民主主義 這樣的情緒的支撐下 這第二點 第三點呢 對外 軍事擴張跟戰狼外交 就對外的強硬 這個越來越厲害 綜合這三個元素 這三個元素 得到什麼概念你知道嗎 就是中國遲早 如果是習近平領導之下 中國遲早走上軍國主義 這個民族主義加軍事擴張 軍國主義嘛 那麼在軍國主義之下 對外的擴張侵略 都是有正當性的 比如說南海自古以來就是我的 台灣自古以來就是我的 我告訴你下一步去琉球 琉球他也要拿回來 當然他會不會去跟俄國要外星安寧 我們不知道東北那邊或者西北 他那邊幾十個台灣 幾十個台灣面積 他敢不敢那邊弄我不知道 但是顯然對內的政權的需要 權力鞏固的需要 他求生存 求安全 再來民族主義狂熱 利用民族主義情緒 再來軍事擴張跟戰人外加 所以綜合起來的話 他的一句話形容 他的整個路線發展 就是走上軍國主義 是這樣的情況 那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他說永不稱霸永不擴張 這個沒有意義啦 因為共和黨講的話 本來就不值得討論啦 因為他講的話沒有信用 他的對外的承諾協議 白紙黑字簽的條約 時候到了就翻掉了嘛 所以坦白講不用去談 那如果真要談的話 就照宋老師剛才提到的 已經分析的差不多了 那至於鄧小平講的那句話 如果中國稱霸的話 你們大家聯合起來把他打倒 我幹嘛那麼累 你就不要稱霸就好了 為什麼還要你去 就是你不要搶人家東西就好了 為什麼說我搶人家東西 你們可以把我抓去做啦 當然這麼累對不對 那現在講回來就是 至於軍事軍國主義的第一個行動 當然就是台灣嘛 那台灣的部分是這樣 他目前沒有能力 但是他這樣做的話 有兩個觀察 就是第一個他是政治表態 他要對內交代 他要對黨內交代說 你們支持我連任 我的回報就是我把台灣拿回來 所以他要在台灣議題上 不斷的講硬話 算是對內的交代 我把它稱為政治表態 這是第一個 武力統一台灣也好 武力侵略台灣都可以 反正就是在台灣問題上表現強硬 這是第一個 政治表態 第二個他怎麼落實這一點呢 他就來一個打擦邊球式的軍事演習 像前陣子包圍台灣的軍事演習 表示我有在做 我不是吹一張嘴 我有在做 是這樣子 如果到時候 被美國日本強烈反應的話 然後後來解放軍 可能解放軍的高層可能會說 估計起來我們現在還沒有勝算 那習近平就可以跟黨內說 不是我不做 所以習近平在台灣問題上的所有講話 他在黨內的一個重點是做給黨內看 然後他要講一句話 我有在做事 我不是沒有在做事情 就只要是這樣子 那如果他真打台灣呢 他如果真的要動手呢 我們要讓他有一個概念 你打台灣等同於自殺 就是你不會有好結果 台灣一定要給他這種 這個心裡頭的壓力 而且安倍晉三生前的演說 就嚴厲的警告中共 這樣的這個在經濟上 會遭遇很嚴重 不是經濟而已 經濟不干他的事 我們要他的人身安全 讓他知道你如果打台灣的話 你自己大概也 也會跟著完蛋 你會完蛋 就是就是 你要是金正恩跟美國談的時候 有一個重點 就是要美國 不要對他進行斬首行動 確保金家的那個安全 一樣習近平也一樣 習近平如果打台灣的話 就我說他等同於自殺 也就是說 首戰級中戰沒有錯 是習近平的中戰 如果黨內的那麼多內鬥 搞不好利用這個機會 說不定會發生政變什麼的 令人感興 所謂狗級跳牆 轉移壓力的話 我都打個比方 你狗級要跳牆的話 你的第一點 你要看看那個狗的大腿 有沒有肌肉拉傷 你如果肌肉拉傷的話 像你提到的經濟問題那麼多 他怎麼去燒錢 因為打仗是燒錢 燒那個軍火 你看俄羅斯現在可能飛彈不夠用 但晶片不夠用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的話 你打台灣的話 除了這個燒錢 你如果翻牆 假設你真的翻牆了 你狗級跳牆 假設給你跳成了 牆外說不定人家這個網 已經弄好了 你掉進去人家的網裡面 就是說這是個打台灣 是個陷阱嘛 你往這裡跳幹什麼 對不對 你完全可以把台灣吸收進來 你可以利用美國 利用台灣來壯大你中國自己 為什麼不幹 你一定要跟人家那個 好像那個胸狗一樣 這樣一直廢 沒有用嘛 狗廢否則沒有意義嘛 所以我說習近平 如果真的聰明的話 他是在打台灣問題上面 表現強硬姿態 然後在政治上收割這個利益 這是他的最佳策略 因為真的打的話我告訴你 他絕對不會有好結果 他個人是增加 不是中國經濟而已 他現在的做法等於是 把整個國家拖下水 他自己講一句話 任何人追求個人利益的話 然後傷害民族的利益的話 這個是很要不得的 他現在也是民族罪人一樣 他一不小心的話 他會變成中華民族的罪人 所以說打台灣的話 可能會變成像宋老師 你形容的就是一場災難嘛 那美國人抱不得你這樣幹 日本人抱不得你這麼幹 印度人抱不得你這麼幹 甚至於二國人也抱不得你這麼幹 你怎麼可以去中了人家的圈套 成就別人的那個期待對不對 別人現在抱不得你自己翻車 那你還真的翻車嗎對不對 所以我說習近平 他的時代真的很兩難 他三大元素對不對 求生存 求安全 民主主義 然後對外擴張 強硬 然後合起來的話 他在走的是軍國主義道路 把中國變成特大號的北韓 這樣的話他有還要忙的事情很多 然後他三不五時在台灣上面做文章 那美國也要提防 因為美國之前說 俄國要打烏克蘭證明情報正確 現在美國認為 習近平可能傳說啦 是明年的六月到九月 他連任之後六月到九月可能要動手 因為他不可能像美國一樣拖到二零二七年 二十一大的時候再來動 那來不及 快的話也要二十六大就開始動 因為可能拖個一年兩年了嘛對不對 那他更早利用台灣的那個 取得的那些軍備 新的軍火還沒有就位的時候 趕快動手 他有可能是這樣子想 但是我們要讓他明白 如果他這樣硬幹的話 等同於自殺 就是說打台灣並不是那麼輕鬆的事情 絕對不是 我們說習近平 大家回來看中共在二十大 表現了各種所謂的自信的時候 其實有十八年來進行的 一個三退運動向前流 像暗勇一樣在衝擊的中共 三退運動搭配著全球去共化 和退出共產黨組織的這樣的運動 到底對於今天的事局 會有如何的聯動影響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新聞大破解 中共二十大十六日第一天的報告 而在這一天根據退黨網站 這一天有四萬兩千多的中國人 透過全唐全球退黨服務中心的各種管道 退出了共產黨共青團或者少先隊 這三退運動累計已經有四億三百四十六萬 中國人退出 那麼我們大家都知道 最近有一個關鍵字叫載州 同載州 民意如水一樣能夠載州覆州 而中共嚴控輿論訊息 但是人心的覺醒跟良心的覺醒 卻也可能這樣形成一個前流跟暗勇 讓中共是無法的徹底掌握 就像蘇共跟東歐共產瓦解之前 大多發生過退黨潮 而人們當時其實沒有想到 那麼快就變天了 所以我想請教 先請教宋老師 你怎麼看 就三退運動這本身 它這樣的一種非政治的良心運動 你覺得對中國 對世界 或對台灣 或對人類的歧視 看怎麼樣層面 您覺得怎麼看 好的 我們就先從這個三個層面來看 首先就中國大陸人民來講 我覺得這個三退運動最大的意義 是給予中國人一個什麼樣 啟蒙和自我醒覺的一個 再教育的過程 我們都知道就是說 這個這樣的一個運動 是應該讓大陸人民 中國人民 去了解什麼叫做中共的本質 我要在這裡講 什麼叫中國的本質呢 三個 一個就是說 現在中國大陸的整個 所謂的改革開放 已經是終結在習近平的手上了 那麼要得到一種自我的啟蒙 和自我的一種覺醒 這是我覺得是中國人從自由 走向自由 一種良心寢覺的一個 最後的一次機會 所以說什麼叫良心寢覺呢 我一直很喜歡提前中共黨校的 那個蔡霞教授 就是說對於中國共產黨本身 是否脫離中共這樣的一個 嚴肅的議題上面來講 不只是中國人脫離中共 包括中共黨員本身也要一種 某種寢覺 什麼樣的寢覺呢 就好像蔡霞教授 他是一個體制裡面的既得利益者 但他願意放棄這樣的既得利益 重新回到人類的良知 人類的一個 對於曾善美的一個要求的 這樣一個立場上 這個就是叫做寢覺 所以說今天我們不僅要訴訟於 中國人民的寢覺 同時我們要訴訟於 中國共產黨黨員的一個寢覺 那麼對於台灣來講的話 我覺得是就今天呢 在台灣依然持著一種 殖民不悟的一種親共啊 媚共的這樣的思想的人 是一個最好的一種警惕 你們的中國情節早已過世 你們理想中的 所謂那個中國本身呢 是一個已經和現在的 中共統治之下的中國 是完全是一個不一 不是一回事 所以這一點 對台灣來講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警惕的作用 對全世界來講呢 我覺得它意義更為的重大 因為脫離中共告別中共啊 這不是光是中國人的事情 它涉及到整個世界的一個 普世價值的一個問題啊 所以因此這個三退運動 一個最好的一個成果 跟意義就在於 告訴世界上的人 中共並不等於中國人啊 有許多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人 他還是決心要與共產黨 永久告別啊 就因為就是說 我雖然做一個中國人 但是我不願意做一個 在中共統治底下的 一顆一顆的韭菜 我們寧可要做一個 越冷越開花的美花 這是一個告訴全世界一個 最好的一個說法 所以今天我覺得 三退運動本身 已經得到了四億多個人的 這樣一個 我認為是一個 非常重大的成果 這樣的成果 我認為會 將來會更往前的去發展 我最重要的認為就是說 它的意義就是說 中國人民的自我省覺 從中共的本質當中裡面 獲得自我的解放 對台灣人來講呢 是給這些舔共親共的人 一種當頭的棒喝 你們只是對於中共的一種 不切實際的幻想 而不是符合當前 中共統治下的現實 最後對全世界來講 這是告訴全世界的人 中國人本身 愛好和平的 善良的 勤勞的中國人本身 並不是中共的一部分 中共的這樣的一種 統治的本質 也不是 不能把它掛在中國人的頭上 所以中共跟中國人本身 在全世界來講的話 要把它做一個區分 中共不等於中國 中共不等於中國人 是 我記得老師 之前寫過一系列的 告別中共的文章 在分析各種的 這個中共詭辯 我們接下來請教 吳老師 那在可以看到 就是這些年來 全球供應鏈的重組 核心因素之一 被看到就是去共化 去中共化 或者去紅色供應鏈的問題 所以您怎麼看說 像中國人三退 還有世界對這個 中共的認識 它的本質越來越清楚 這樣的程度的變化 在可能經濟產業相關的面向 可能會出現的 一些連帶的效應 是什麼 所謂的三退 表示很多中國人 現在對共產黨 已經失去信心 也失去信任 那這樣的那個民心思變 那共產黨呢 或者中共在習近平的領導下 可能還有一點最後機會 就看他們能不能覺醒 能不能改旋更張 能不能轉換路線 你現在要看到的是 全球供應鏈重組之下 所謂的製造業撤出中國 那中國要如何追求 自主的一個發展 第一個 你要培養技術人才 那第二個呢 你要有經濟的商業的 這種人才 就是不要只是技術 你要懂得把技術 看出它的商業應用 這兩種 所以我們常講創新有兩個 一個是技術創新 一個是商業模式創新 這兩個 再來呢 一個具體操作的重點來了 就是你要懂得利用民進國退 而不是習近平講的國進民退 你要懂得利用民進國退 來增加財政收入 來創造外匯 來提升本國的就業機會 你知道大部分的就業機會 都不是國營事業的嘛 是民營事業嘛 所以呢 你要懂得去培養民營企業 然後在這個之下 在這個大方向之下 有兩點可以來強調 第一個呢 你要有改革開放 有發展 有繁榮 但是又不是依靠美國得來的 這才叫自主發展嘛 你既然強調中國要自主發展 對不對 那你要懂得去 繼續搞你的改革開放 但是這個改革開放 不是靠美國來的 不是靠境外勢力給你扶持的 給你糖果吃 對不對 不是這樣 你靠你自己嘛對不對 第二點那怎麼靠呢 我們打個比方 你看喔 華爾街的資本進來幹什麼 在中國尋找人才 培養新創產業 風險產業 你看中國現在出口很多東西對不對 來賺貿易順差賺外匯 那你現在要跟世界逐漸脫鉤的話 你必須要在國內自己弄出一個需求 這個需求把中國的生產力能夠吸收掉 能夠有就業機會對不對 然後各種財政收入能夠進來 你現在生產的東西的話 你賣國外對不對 賣不好賣 不方便賣 你可以賣國內自己 但是要培養出一塊新的經濟土地一樣 培養出一塊新的經濟領域 這個領域的扮演國外需求的角色 你現在的出口能夠讓你賺貿易順 他就是有國外需求 來取代國內需求 國內需求沒有到那麼多 但是有國外需求 那中國的資源 勞動力土地各種資源可以組織起來 來服務國外需求 你賣到國外需求就是你的徒序 但是也是靠國外需求來啟動你的生產力 所以你現在要搞自主的發展路線的話 中國要走自己的現代化的道路的話 你一定少不了這個嘛 老師那我們回來談就是說 那你覺得說這個三推運動本身 就是還有就是世界上對於 中共的認識本身 就在於就是 你怎麼看這樣一個三推運動 就是原來的共產黨那一套不行 那你現在國外需求會逐漸降下來 你必須靠在國內培養出另一塊需求 那這個需求由官方出面 官方出面來扮演國外需求那個角色 把中國的資源啟動起來 把中國的生產力啟動起來 你只有這條路走 那我們從 從 我們從 我們從西方角度來看 我們從這個自由民主陣營角度來說 就是說我們今天這個 就是供應鏈的變化 就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些考慮 什麼考慮 就是說為什麼會就是 會要去共化 或是等等的就是 脫鉤啦 你講的就是脫鉤啦 去那個供應鏈對不對 供應鏈安全 西方這邊叫做供應鏈安全 供應鏈要在那個價值觀相近的 地緣政治的利益 共同利益相近的 避免這個風險 對 那對中國來講 他就要懂得去利用別人壯大自己 這一定是基本的戰略思考是這樣 利用美國壯大中國對不對 利用別人的人才技術市場等等 來壯大中國自己 讓中國自己的資源 各種資源能夠進入運轉 好嗎 你人口多毛自動的 人口就多了 為什麼沒有發展起來 對不對 你有很多條件 你本來中國就有很多條件 但是你為什麼沒有辦法發展起來 就是一個經濟模式的思考的問題 好了我們節目最後 請兩位來賓呢 各用一分鐘 總結今天的討論 先請宋老師好 好的 所謂的中國式的現代化呢 其實它就是一個 共產黨絕對專政的 習近平個人獨裁的現代化 與這個中國人民 中國社會和中國文明 是沒有任何的關聯 它不是一個中國人的現代化 只是共產黨的現代化 那麼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個譬如說清零啊 封城啊 反科學的這些核酸檢測 乃至於所謂的貴陽二十七命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什麼叫做所謂的 中國式的現代化 那麼第二個就是說 提到以黨的一種自我革命 來帶領社會革命這個問題呢 這只是一種為了保江山 為了要穩江山 就是保它的紅色江山 所拋出來的一種 所謂的一種自我期許 其實它本質上是一種 效忠黨的一種宣誓的一個表達 並沒有任何實質的意義 也絕對不會因為 共產黨的一個自我革命 帶來任何一個 可以帶給中國人幸福 和中國社會一個社會正義的 一個結果的一種社會革命 那麼第三點呢 如果中共對台灣要發出武力的威脅 我要鄭重講說 我們一定要讓全世界告訴 告訴全世界 所謂的那個五個本質是什麼 武統不是統一 而是侵略戰爭 武統呢是對區域安全的挑戰 不是對於區域的整合 或繁榮做出任何的貢獻 最後呢我要講就是三退的運動 三退的運動我認為是中國人 最後一個所謂的興啟蒙運動的一次 最後的機會 我在這裡引用那個 有一個華人的女性導演 他的導的電影叫做游牧人生 他在這個電影裡面提到的 幕後提到就是說 中國是一個遍地謊言的一個國度 是一個沒有人會以 講出真話而自以為榮的地方 所以這個三退運動清醒地告訴世人 只有離開中共告別中共 才有個人的自由和尊嚴的實現 換句話說只有告別中共 才能夠實現真正的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是 吳老師 我們現在看到的習近平時代 這個新的二十大的這個五年 接下來這五年 我估計習近平到 照目前這個模式走下去的話 那遲早要走上中國式的軍國主義 對外的話會 源源不絕地展現戰狼的那些行動 那他有另外一條選擇 就是我剛才提到 你如何去發展自主發展的模式 設計出自主發展的模式 如果你能夠這個 做內部做調整的話 你說不定還有機會翻起來 不然的話 照目前這個局勢走下去 你被全世界孤立 被全世界封鎖 完全沒有機會 那打台灣的話等同於自殺 我勸你不要這麼冒險 不要這麼瘋狂 你可以把中國帶領起來 走自主發展的模式 你可以試試看 但是你不要去 那個 半石頭砸自己的腳 台灣不是你能拿的 他強調的是他的崛起 是共產黨的功 他要講的是這個 所以我們要跟他講的就是 你要真正地去看到實際上 你要了解什麼叫市場經濟 什麼叫資本主義 你不要被社會主義 那些已經證明是錯誤的經濟理論 還帶著走 你要懂得走出那些 理論上的困局騙局 馬克思的經濟理論 大家都知道 從資本論以來對不對 那是錯誤的東西 那你如果表面上你要怎麼講 表態都OK 但是你實際上 你要懂得 當你被世界圍堵的時候 你還有沒有機會重新崛起 就看你懂不懂得調整模式換腦筋 好我們非常感謝兩位來賓的分析 感謝觀眾朋友的參與 新聞大破解每週三五再見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呢 請留言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那麼感謝各位呢 長期對我們的支持 新聞大破解團隊呢 將持續為您製作更優質的節目